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清单思维课程的先导课 在这一课时,我们什么知识点也不说 就用十分钟的时间来体验一下 作为一名清单控,你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吧 当然,在这个课时中,我所描述的清单控的生活 也就是我本人真实的日常生活 我的日常生活是从这样一份时间表开始的 这份时间表是正常情况下,我每一天的日程表 这个日程表在我准备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的时候就制定了出来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版本则是在我经过无数次的修改之后呈现出来的版本 现在我们就来对照这份日程表清单来感受一下我的日常生活吧 首先,我通常会在早上六年半起床 一份起床的清单里面记录了在起床之后的半小时 就有一小时,外出散步十分钟 总之,起床之后的清单是帮助我快速清醒过来 并做好投入工作之前的准备 7点20到7点半这之间的十分钟是我用来安排当天日程的时间 我会用十分钟的时间快速列出今天的代表事项 并用信号标出当天最重要的三件事 之后的半个小时呢,我则会用于总结前一天的工作 有同学可能会问,为什么这项工作不能在前一天结束的时候完成呢? 很好的问题,对我个人来说 我认为,在经过一晚上的沉淀之后 我们通常能够更加理性的来看待前一天的事件 比如,如果前一天你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而面红耳赤 还能够客观的来对它进行总结吗? 通常,这一项任务我也是十分钟就完成 多余的时间呢,我会做一些其他的事 在这十分钟里,我会用三言两语对前一天的任务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并且把重要的总结和心得列入到一份单独的清单当中 八点到九点的一个小时,可以说是我一天中最重要的时间段 在这一个小时里,我的任务就是思考在这一天里我所有的重要工作 比如,我要写一篇文章 我会把文章的框架给列出来 要开发一个新的课程,我会把课程的流程 课程的大纲都列出来 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的任务产出就是很多很多的清单 对于每一项任务的思考结果都是一张新的清单 而这一项任务,我通常都是在A4的纸质笔记本上完成 因为如果使用电子设备的话,我将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干扰和打断 在经过最重要的一小时之后,通常我会有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在晚上呢,还有一个小时 所以我每天的阅读时间基本上都在两个小时左右 而对于非小说和文学内的书籍,我的阅读速度非常快 所以每周呢,我的阅读量基本都在两到三本书之间 在阅读这件事情上,我有三份清单 一份是我想读的书籍的清单 一份是我已经拥有哪些书籍的清单 还有一份呢,是我阅读的记录清单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的阅读记录清单 里面记录了我读每一本书花了几天 花了多少个番茄时间 对每一本书的评价是怎么样的,等等 之后,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之间 我有一个半小时的午餐时间 以及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 当然,我午休通常都会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因为中午睡太久的话,会非常影响下午的工作 所以,我全天真正用于工作的时间只有五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里,我会拿出今日的代办事项清单一一的进行处理 当然,我会优先处理画上新号的那些最重要的任务 其实,这时我再处理这些工作的时候,都会显得非常的得心一手 为什么? 因为在之前的一个小时里,我已经把每项工作都分解成了一个一个的清单 我只需要按照这些记录流程,记录素材,记录想法的清单来执行就行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对我来说,就只是机械式的劳动而已 其实,这种把每一项任务都分解成一个清单的习惯 是我在工作中管理部门的时候养成的 因为,面对一项重大任务的时候 我只需要把它分解成清单 然后交给下面的人,他们就能很轻松的去完成 在晚上呢,我会有半个小时的锻炼时间 一小时的阅读时间和一小时的学习时间 然后,大约在11点半的时候上床睡觉 这就是我依靠一份规范化的清单日程表所做出来的日程 在这份日程表中,大家看到的多半是我的工作和学习 在工作上,通过清单,我不会忘记任何的事情 而且,我的工作时间通常足够短 按照这份日程表,我的工作时间一天是五个半小时 但很多时间,我都尽量控制在三个小时左右 大家可能觉得很爽,是吧? 在学习上,我读过的书,听过的微课 大部分都会使用被我称之为清单式的学习方法 通过它,我能够做到学过的知识点都过目不忘 但请注意,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记忆力不太好的人 但通过清单,我克服了这个问题 那么,在生活中,我又会如何使用清单呢? 生活上,我有无数的清单 旅行需要的物品清单,还有购物清单等等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清单,我们就不说了,说一些比较另类的吧 我有一份清单,记录了家里大部分的物品 这份清单呢,非常的详细 而且被层层分类 比如,客厅,卧室,这些是大的分类 客厅里面又有茶几,碧柜,等等这些清单 然后,螺丝刀,哎,这是放在碧柜的,OK,这是一个清单的选项 我用这样的方式整理出了家里的大部分物品 让它们各得其所 这样有什么用呢? 首先,每一项物品都有它应该放置的地方 所以,这样不会凌乱 其次,当我需要找一个物品的时候 我可以打开这份清单,直接搜索,或者看一下照片 就知道它在哪个柜子,或者是抽屉里 其次,我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小明都督,今年杀岁 对于都督的教育,我念了一份底线清单 里面记录了一些像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能让都督上补习班 绝对不给都督交折校费上学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份清单呢? 因为随着都督年龄的增加 我之前认为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可能会随之而改变 我希望这些事情 我永远都不要去触碰 所以,趁着还没有改变 我就列了一份这样的清单 另外,我还列出了家里人喜欢的物品清单 纪念日清单 这样也不会因为像忘了结婚纪念日 这样重要的事情 而会主板 当然,我的清单当中 还有很多小的清单 比如在门口 我贴了一份出门必带的物品清单 这样绝对不会忘记带钥匙 在我的书桌上 我列出了极简书桌的清单 我在完成每天的工作之后 我就会把它收拾到还原 至这个最简单的状态 我电脑和手机上装了的一些软件 我都有一份清单 这样重装系统之后 我能够一个不漏的安装上这些软件 那么最后我们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 作为一名清单控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用三个字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爽到爆 现在清单这项工具 已经被我升级和固化成了一种思维和习惯 在我的工作中 很少有忘掉事情或者是物品的事件发生 而我的工作也被清单大大的简化 对我来说 清单让我变得更加的简单 自律 踏实 和靠谱 因为所谓的靠谱 就是凡事都有交代 对吧 通过清单 你也可以做到 那么在下一课时 我们就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清单吧